台中市一名20多岁業姓女子 她經營網路電商 她日前進口大量的美國兵分的軟糖 並透過郭文網站進行販售 按經台中市行大政務隊執行網路巡邏的時候 發現業女在網路平台上面刊登 販售美國軟糖的這個訊息 因為她販售的這個美國軟糖 含有吞黑基礎的成分 是用來治療睡眠障礙及失眠 焦慮症等症狀 那警方經收證完備之後 前往家業女查期到案 業女也坦誠販售美國兵分的軟糖 據警方調查 業女之前是在交戰當打工小妹 之後決定轉換跑道 開始當網美直播主 在經營網路商店 販售各種物品 收入相當豐厚 那警方在查期過程中 業女還向警方嗆聲說 你薪水多少你來當我的司機 我給你超過薪水的錢 那全案經群後依依違反要事法 移送臺中地檢署偵辦 阿檢還關在小玉業女 腳步犯罪手德之後 給予歡喜訴處分 在你中間可能會不會有問題 我可以幫你 你不要幫你 我可以幫你 我可以幫你 可以幫你 我可以幫你